嗨,我是米莉,欢迎来到淘盗宝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购买境外商品注意事项以及开箱使用心得分享 你会考虑在淘宝购买电器回来使用吗? 会担心电压及频率的问题吗? 遇到管境不同,该怎么安装呢? 今天跟你分享在淘宝购买瓦斯鲁与抽油烟机 下单前该如何选择适合的机型 下单运送注意事项,以及安装时会遇到的问题 最后会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美蒂瓦斯鲁及抽油烟机的优缺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厨房里的饭菜箱是每个人最想吃到的料理 如何让厨房使用者充分发挥 要先了解使用者的习惯再去挑选适合的炊煮工具 以厨房三机之一的炉具来说 分别有电桃炉、艾曲炉及瓦斯鲁 电桃炉透过卤素灯管加热玻璃面板 加热速度比较慢,是一款叫不挑过具的炉具 加热时虽然没有明火 但加热时的红光要避免直视 以免伤害眼睛 加热后面板会发热 而且大部分都没有安全锁 因防止家中的小朋友、毛小孩 触碰电桃炉开关 以免因为误触而造成烫伤或其他的意外发生 IH炉是电磁炉的一种 没有明火 加热速度快 炉面温度低 需要使用金属材质的平底锅感应才会加热 安全性较高 大家会发现有很多新建案会以IH炉来取代瓦斯炉 除了考量偏远地区天然气管线较远之外 住宅在16层楼以上若需要使用到瓦斯炉 需具有防火购在的独立厨房区隔 墙及楼板都需要有一小时以上的防火时效 建商为了消防安全规定及考量建造成本 较高楼层的建案会主打无明火的住宅 若平时开火时间少 或用餐以真煮、清食为主 可以选择IH炉 瓦斯炉料理方式较不受限制 可换各种锅具 可调锅具角度 多数人习惯以明火烹调 看得到明火火候会比较好拿捏 无论是大火快炒 高温油炸 或是小火炖煮 使用上都很方便 但使用明火时 会使室内的温度快速上升 需保持良好的通风 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 选择双口炉或多口炉 另外西方人较常使用平底锅 而东方人较常使用炒锅 在炉架上有很大的差异 选购时要留意炉架的形式及距离哦 厨房高度没做对 以后料理很劳累 对于经常在厨房的使用者来说 好的炉台设计能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 从一开始的装机高度 就要以使用者的身高来规划 身高不高 或者是装设传统或台面炉 要注意台面不可以过高 胶不会因为高度而引起手及肩部的不适感 瓦斯炉在下单前要注意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 台面开孔的尺寸 若是传统或是台炉 确认使用时放置的高度即可 若是要迁入 就要先确认好要买的机型开孔的大小 第二 天然气或是液化石油器 天然瓦斯为气态 铜装瓦斯为液态 机器没有办法通用 选择机型时要留意 天然瓦斯在淘宝上选择天然气 铜装瓦斯就要选择液化器 管路管线与台湾相同 到货安装时请专业人员协助即可 第三 卤脚架 部分机型的卤脚 只有四个脚 或者是脚的距离比较宽 放上锅子容易滑动 尤其是像奶锅 或者是摩卡炉之类的小锅 特别容易撒出来 建议加购防滑支架 以避免烫伤 四 留意评价内容 挑选机型选择下单人数多的商品 查看负瓶或追瓶 看包装或使用上有无其他的缺失 像是收到时有损伤 开机有怪身 使用时有红火等等 其他的安全装置 看个人需求 可以参考厂商提供的资讯 若是厂常煮到旺季关火 不仿可以选择有定时功能 或者是远端关火功能的机型 有些人很在意厨房有没有门 总觉得开放式厨房 会使整个空间充满着油烟味 所以厨房三机之一的抽油烟机来说 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目前抽油烟机大致分成传统式 抽油烟机在下单前要注意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尺寸 有些机型比较突出 身高不高的人容易装到头 宽度宽一点的机型 冷烟效果会比较好 第二排烟孔的高度 有些墙排型的机型 机体比较大也比较高 排烟孔比平常旧机型高出许多 下单前务必确认 排烟孔的高度可以装设 以免要重新洗动 第三排烟孔出风孔风管的大小 一般排烟孔的孔径大约是15公分左右 大陆排烟孔直径大约是18公分左右 若是排烟孔太小 就要先买好转接环 可以搜寻指挥阀 指逆阀 同时解决管径不同 及油烟逆油 或者是强风倒灌的问题 第四电压 海外家电油很多是220 第二拉好砖线尽量避免使用延长线 第五留意评价内容 看有无其他缺失 像是吸力不大 油烟乱跑 运转太大声 机器反应慢 油烟逆流等 在购买海外家电 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请厂商打木架吗 第二商品加上国际运费划算吗 第三送来的时候付账或回损怎么办 第四频率不同是不是容易坏掉呢 第一要请厂商打木架吗 通常知名品牌的销量都不低 可以先参考评价里内容 是否有提到包装的部分 可以在插评或追评里面找到这些资料 大部分厨房加电包装都是机体外面会包着保力笼 外层以纸箱包装 若是买玻璃面板会建议加打木架 多一层保护多一层安心 第二商品加上国际运费划算吗 进口货物会有关税 进口税 货物税 营业税 有一些商品还需要加半证费 包关费 转板费 超财 抛货 偏远地区加价等等 加上运费 若有预算考量 的确要先计算看看是否本地购买会比较划算 较大或较重的商品 可以先提供长宽高及重量给集运业者 确认运费 少数商品进口的费用可能会比商品价格还要高哦 第三送来的时候故障或毁损怎么办呢 这是每个陶友们最痛的事 尤其是高价的商品 遇到好的店家会帮你补发或补配件 遇到普通的可能就补偿一些金额 或请你寄回 遇到差一点的店家会直接表示 不是他们的问题互相推卸责任 购买海外商品确实较没有保障 下单前要有最坏的打算 不放心就加打木价或木箱 当然打木价无法完全保证收到一定是好的 中间过程经手人员太多 建议还在没有收到商品时 就要先延后收获时间 收到商品马上确认外观 以及是否可以使用 若遇到毁损先拍照加录影 在与卖家客服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 若是能补发或是补配件是最好的 要是要寄回真的会非常的麻烦 退回的费用通常很高 卖家大多不会吸收退回的国际运费 即使有管道退回 有时候还会遇到对方海关不放行 或者是关税过高 卖家拒收等情形 真的无法解决 可以申请客服投诉处理看看 第四频率不同是不是容易故障 把60赫兹电器接到50赫兹 容易造成变压器烧毁 把50赫兹电器接到60赫兹 容易造成马达损坏 会不会容易坏 这个需要时间来考验 但也有不少讨友们用了许多年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还没有故障 又想要换最新的机型也说不定 建议电器尽量买有变频功能的 真的建议还是建议当地购买比较好 最后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 美帝瓦斯炉加变频抽油烟机 因为是新屋 当初在做橱柜时 先将需预留的台面开孔大小 及烟管孔径通知师傅 在商品介绍页面最下方 通常都会有装设的参考图 像开孔的大小 及建议装设的高度都有图解说明 当初是因为买洗碗机时一起购买 所以没有特别挑机型 比较方便的是这款它有挥手开关机 延时关机 自清洁等功能 吸力很大所以声音也不小 个人觉得自清洁的功能很方便 只是这台抽油烟机上方的机体比较大 所以在排烟孔也比较高 先前有朋友说冬天风非常的大 常会有油烟或也是灰尘吹落在瓦斯炉上 所以上方有另外加装直逆阀 外部也有防止虫或鸟进入的网纸七格 海外的款式多样 有些抽油烟机可以隐藏 有些是一体成型的集成灶 有些带有暖菜功能 还有瓦斯炉下方带有烤箱 款式太多让人眼花缭乱 下单前要先考量实用性哦 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相关补充说明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有其他购物问题 也欢迎留言在FB社团里一起讨论 觉得内容不错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让我更有动力分享更多的好货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